而说到财经界近来讨论的最沸沸扬扬的就是大户条款到底费不费 金管会主委泽民宗今天首度明确的表态 他支持大户条款适度修正 同时为了要提振股市 金管会在年底之前也会祭出中长期的新措施 为了找回台股过去十年失落的10% 成交量金管会将在年底前再祭出刺激股市新措施 有别于过去开出短暂特效药 金管会主委泽民宗表示 这次将会是一个三到五年的完整计划 会有别于过去的短暂的一些短暂的措施 这部分是一个三到五年 所以会包括相关的交易成本的检讨 相关交易上的因素或者是制度上的改进 强调新措施一切都还在研议中 不过针对15号将送进财委会审查的证所 所以大户条款 曾民宗首度明确表态 赞成适当的修正大户条款 对股市量能是有帮助的 大户条款做适度的修正 我相信对量是有所帮助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乐观其成 但是也尊重立法院的主权 回头看今天台股表现 由于美股昨天重挫 日韩股市今天早盘也再度走跌 台股今天一度跌破9000点大关 索性逢低成接买盘进场 指数回到平盘附近震荡 短期之内虽然不见得会再创新低 可是呢 反弹的高度恐怕也有限 也就是说 在下个礼拜三 大户条款与立法院的审议之前呢 那大户条款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 大户条款吵得沸沸扬 尽管会和财政部态度不同调 而夹在中间的股民只希望台股量能活税 能够成功找回来 UDN TV吴嘉丽良立凌晨一化综合报导